就是开箱,开箱就是 就会形成一个套路嘛,形成套路就是说,哎呦 我就开箱介绍一下这个产品啊,然后撕撕撕个膜啊,然后怎么怎么样的 然后就 感觉就是 然后就形成一个套路就很多人去模仿 就是你懂得不懂的,反正你就按着这个 套路来啊,开箱撕膜,然后照着说明书,照着参数 是吧 就是把这个 讲一遍,然后哎呦,这个就算开箱完了,一点意义没有 因为 一个好东西,是吧,你把玩,不把玩的话,你 开箱有什么用啊,对不对 测试 加上这个东西吧,是属于这个,它面对人群的属于那种 呃 就是说 普通人群的,就是 价钱也不贵吧 三四百块钱 但是 专业人士呢 偶尔 用一下,其实他有专业的机器 比如你是靠这个吃饭的 是吧,你有你有相机,你有专业拍摄的东西 你就没必要用这个东西 但是你如果是普通人,想记录生活 你就买一个这个,我觉得挺好的 是吧 以前我也有,以前相机我也有,但是相机太大 哎呦,我端的手累,你知道我 我又懒又不愿动 端久了吧,我又端不了了 所以呢 我相机放那都吃亏了,吃亏很久了 吃亏很久了 然后我就是 对,把这个拔了吧 把这个拔了 顿着 顿着 然后我当时我买这个大疆的时候 我其实这,这不是我买的第一款产品 这算是我第二款的 大,大疆我买 之前买这个 大疆 奥斯蒙看一看 赶紧稍微碰就开了 哎呀,这也是很麻烦的事 这说 说明不能不能碰了 这玩意 嗯 脾气大 哎 哎呦,上不上去呢,怎么会是 这么紧嘛 哎,没天理了 行了 然后把这个一扣上 扣上 咱们顿着说 顿着说 顿着说 哎 然后这个摆向左边摆 哎 是吧 这算好了 算是一个产品 我放远点 哎 这样行吗 这样也不行 因为我现在是 我手机没架子 架子我本来想用 一只手 一只手拍一只手 这样的话 镜头会很晃 晃的话 我我我受不了 受不了的话 算 捣着吧 捣着 捣着 捣着行 哎呀 镜头晃 我就用一个笔架子 笔架子放着 然后把手机放在笔架上面 然后就这么拍 反正以后都用这个 这个 这个 Pocket 2了 就不会用手机了 这也是我为什么要买这个 这个Pocket 2的原因 因为手机有其他的 事要 要用 知道吧 其他事 比如你接电话呀 发信息 看消息 你就不能用这个 再去拍了 再去拍就不行了 然后呢 这个放后点 我可能还有一些别的东西要拿出来 啊 然后那个 然后这个 叫什么 我就不能用手机了 只能用那个 用相机吧 我就 嫌冻嫌麻烦 相机确实现在已经 快 淘汰了 就是说你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 不吃这碗饭的 没必要去买相机 知道吧 现在都是 影像时代 谁还拍照啊 真是 拍 然后我对 我我现在在找我第一款啊 第一款是 我买的是那个 奥斯莫 啊 奥斯莫魔法 第一代 第一代 是这 这款 这款 这款呢 我其实也没用几次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当时用的时候是6 啊 6P 嗯 6P 后来 就是 太 太沉了 你出说的话 买这个吧 除非你是有一定的专业需求 你要出去 特意拍一些东西 拍一些素材 你要拿回来剪辑 你就 你就买这个 买这个mobile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拍一些东西吧 是吧 但是也不方便 你拎一个这么大东西在大街上 哇 我觉得 我觉得 我 我就用过一次两次 一次两次 在公园 还是在公园 哎呀 我就没用了 基本上就在这当摆设 当摆设 然后我觉得还是这个 这个比较小 小小玲珑 你看这样一 这样一抓 你可以用夹子 放在你的 背包上啊 或者什么上 或者你就上街就这样拍拍拍 这样会很方便 而且很轻啊 这个太轻了 是吧 按照官方说就是 一纸口红的 一纸口红的这个 这东西算了 呀 这个手机不是广角的 他 不行 不行这个 然后大江这个盒子呢 是这样子的 我刚开始不知道啊 刚开始 因为我没有买过第一代 不知道是 等完在这抠 上面哪抠 下面抠 抠半天 结果发现呢 这么大开的 然后我 我们把就是 动作粗鲁一点 结果把这个 给撕开了 还行 我觉得大江做的 作为 中国产品 我觉得 还行 你看这上面都是 有中文的 是不是 有中文的 是不是 我觉得还行 我看他的说明书有没有中文 说明书 说明书是有中文的 哎 说明书是有中文的 是吧 中文的都有 啊 日 日文 韩文 西班牙语 英语 都有 然后 还行 但是我最近买 我最近 手手建了一下啊 买了挺多东西 啊 对 手上这个叫叫什么 叫这个 小米手环 对吧 小米手环 然后就是 我觉得还行 和我朋友有个第四代 我和他比了一下 我觉得 第五代算是一个 质的 飞越了吧 质的飞越了吧 然后 然后 然后就是 他有时候 睡觉 带手上 有时候还 小米4还 坚持不到 但是小米15的话 没有问题 我基本上 一整天 除了洗澡 基本上都带着手上 啊 还行 我觉得还行 运动啊 什么 测心跳啊 压力啊 睡眠啊 特别是睡眠 我以前觉得我啊 是一个 不会做梦的人 结果我测一下 这个睡眠有一个 有一个就是 车灯 专门测 那里的 有没有 做梦的一个 结果我是天天做梦 天天做梦 然后还有一个 叫什么 这个牙刷 牙刷 对 这个也是 现在抖音啊 什么 嗯 现在是到处 做那个营销 这个 这个好像是第一代 第二代 第二代我记得好像是有 有个字啊 更漂亮 大概六十多刀 这个第一代啊 是三十多刀 我觉得第一代就行了 我 我没有必要用第二代 但是这两个地方 我要稍微吐槽一点的 是他们两个做的这个 说明书啊 居然没有中文 哎呀 你看 这是小米的 小米手环 没有中文 连阿罗伯文都有 特别有中文 这个是 这个DJI的 这个 这个是这个牙刷的 你看牙刷的这个 Use My 是吧 没有中文 哎呀 没有中文 我就我就想 你是一个中国产品 对吧 你你以后都是要面向全世界的 怎么会没有中文 吐槽一下 OK 今天的那个 嗯 不算开箱了开箱吧 其实我也没想做开箱 我就想吐槽一下 现在做开箱的 这些这些 拿起不到的东西 做的也不伦不累的 没啥用 这个东西 我就是 以后我下礼拜卡到了 到时候我还会做一些 到外面做一些拍摄方面的 就是你说 就是测试也好 测试也好 什么也好 我就觉得 东西吧 你们好不容易花花钱买过来了 敢又不是烧包子是吧 咱就好好的把这个 咱就把这个好好的给 给玩玩手一下 然后我会做一些 测试方面的 东西 我现在把它给打开吧 这个我建议 我强烈建议 这个是千万不要在 得用 这个没啥用 是吧 用蓝牙 你有这个蓝牙就行 你可以用一个 用一个什么 有一个固定的 固定到车 车上面 是吧 这样你就可以 放在车上面 也可以拍 这东西很烦人 这东西确实烦人 你看 非要自己用手吧 是吧 用手才行 用手才行 ok 好 这个东西弄完了 是吧 把这个装上车上 这个脚架还是不错的 以前我也想买个脚架 后来省了这件事了 这样一套 挺好 感觉不错 这个小绳子也是第二代它有的 这个是 ok 这个叫什么 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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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把装上去了 有时候我 我看这个手上 我就看不了镜头 后来就可能有些还没拍到 没拍到 没办法 实际上是第一回做 但以后也不会做这种开箱的 因为我买这个主要是用来记录生活 不是用来做这种科技类产品 其实我不想做什么科技类产品 我有今天有什么买到什么 就做什么 我也不懂这方面技术方面的东西 我就拿过来我就用 这个东西二代吧 我希望是能用一年 我希望是能用到2021年的这个时候 到时候可能三也出了 或者出一个什么新的换代产品 我就到时候我就 我希望能拍一年吧 电池 我听说电池有的时候拍个 拍了小半年 估计能拍 官方说140分钟 我估计拍一年 我估计就能拍半小时 估计也就不错了 因为这个电池不能换 是吧 你得老充电 所以就麻烦了 今天那个对 今天就怎么拆 怎么装是不是 然后再恢复原样 最后最后放一下 结束今天的那个 OK 一二三 断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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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